二年的央视春晚什么最火呢 当然是根据这个千万里江山图改编的舞蹈了 那今天呢 这个国潮元素呢 也用到了车型上 来换车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BJ40刀锋英雄千山板 那关于BJ40的外观呢 我想很多网友都已经熟悉的 不用再熟悉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就不完全赘述了 BJ40呢 也和凯之月也联手打造了 专属于他的这个竞技保险杠 这个竞技保险杠呢 因为是为他专属打造的 所以呢 吻合度是相当的高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 完全一个人可以对他进行拆挤 在内饰用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材质是采用这种软性材质和皮质包裹 加上这个缝线的设计 更显着材质相当的高级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屏 它上面的内容显示呢 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便于我们驾驶员呢 对车辆信息进行及时的抓取 中控的这个大屏呢 画质也是非常细腻 操作起来的丝丝顺化 它整个这个UI界面呢 呈现出这种极简的界面 里面给我们搭载了非常常用的 像导航多媒体 收音机 蓝牙连接等相关的常用功能 而且呢 也给我们配备了像什么 迷停音乐啊 这些非常实用的APP 我面前这个方向盘呢 是采用三幅平底的设计 而且呢 是采用这种撞色的设计 突出了方向盘的这种活力性 所有两个控制区域 它的相关按键的信息显示 也是很清晰的 并于我们在这个形式过程中进行 猛操作 作业设计方面呢 同样也是采用这个直尺轻绿的设计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万里江山图 这个特定的logo在里面 而且呢 它的座椅呢 也是采用这种 轻绿色和这个黑色 相搭配的这么一个结合 再加上防线以及打孔的设计呢 凸显了这个座椅的高级感 BG40刀锋英雄千山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轴距是达到2745毫米 那我先给大家实测一下 做到第二排 它这个腿部和头部空间 到底表现如何呢 因为1米72身高 现在调整到适合我的驾驶位置 腿部呢 离前排还有逆拳有余的重点距离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大高个 身高超过1米8的话 做到第二排可能会稍前有点委屈 那头部空间表现如何呢 头部呢 有接近两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表现还是不错的 在后排呢 也给我们配备上了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下方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储格 以及一个220伏的取电口 但是在后排呢 并没有给我们安装上 非常实用的USB或者是Type-C的充电口 我觉得在后续收集过程中 应该把这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给我们加上 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是搭载了德国技术加持的全新 2.0D柴油发动机 它不仅可以满足国六的排放 更是具备120千瓦的最大输出功力 以及呢 380牛米的这种方式扭矩 同时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还匹配了一具来自 财福的8AT首次一体电速箱 在这套2.0D柴油发动机 加财福8AT黄金动力组合 这种加持下 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加速非常的迅捷 而且呢 它能将发动机低转速高扭矩的特性 发挥的淋漓精致 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同时还标配了最强的三把锁 让爬坡脱困更加的轻松 而且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还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 以及增强车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越野大量 防滚架 这些硬核元素 都能让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 在我们户外越野的时候 多一层安全的保障 最近你是不是经常听口吐槽 这个油价涨得是太厉害了 所以呢 作为一款柴油车来说 BG40刀锋英雄版呢 还是有它的很大优势的 首先我们看一组数据啊 工信部公布的这款车呢 它的百公里的油耗几枚8.5升 那实际呢 其实呢经过采访很多车主啊 也发现这款车的实际油耗呢 比工信部公布的还要低一些 所以这台车的用车成本 可以大大降低了 而且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呢 它还提供了这个 75升的这种超大的油箱 这款油箱加满油呢 可以给我们提供 超过1000公里的续航 这个数据是不是特别香 所以呢 当我们长途驾驶的时候呢 再也不用担心 这种走走停停的加油了 那今天呢 我试驾了这款车 我觉得BG40刀锋英雄柴油版呢 它整个开起来的 最关键的词就是 有劲 因为作为柴油版车型啊 它最大的优势 确实是比汽油版 更有劲一些 那当我们行驶到 这个公路铺装路面的时候呢 要进行这种加速的操作 你身材油门 它就会给你 很给力的这么一个反馈 那基于硬派越野这么一个身份呢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它的视野 非常的开阔 其实前两天呢 我也同样开了一款中大型的SUV 当时我觉着那款车开起来 视野就很开阔了 但是今天当我坐上BG40刀锋英雄版的车以后 我觉得 哦 眼前感觉是一片光明 在操控方面呢 它的整个方向盘呈现了呢 有一些这种偏沉 但是呢 这也可以理解啊 因为作为一个硬派的越野车型 它的方向盘呢 如果太轻飘的话 这个安全系数也会强低 所以作为女生来说 如果是第一次上手摩尘改车 就感觉 嗯 它的方向盘还是稍稍有些沉的 但是过段时间你就会适应了 而且你会发现 它的方向盘沉 是有它沉的道理的 现在定位硬派越野 但是呢 我觉得BG40刀锋英雄版呢 它的整体的悬架调校呢 也考虑到我们这种家用情况下 这种舒适呈现了 那如果遇到这种偶运路面状态下 那对于它来说 那更是小case了 在NV方面呢 这款车型呢 也进行了诸多的升级 虽然它是柴油版车型 发动机的噪音呢 肯定会大一些 但是在今天试加过程中呢 我发现在城市铺装路面 行驶状态下呢 它完全是可以把这种相关的噪音 隔绝在车外的 首先呢 在外观设计方面 它的这种硬派美学的呈现 不仅赢得了很多小哥哥的血 我想很多喜欢这种美学呈现的小姐姐们 肯定也是对它爱了爱了 在越野性能上呢 也是没得说 它的相关的 不论是数据啊 配置啊 以及的实际表现 都给我们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真正的硬派越野 而且在越野的同时呢 它也兼顾了一种 家用车的舒适性 真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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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